各位弟兄姐妹们 本主日庆祝耶稣升天节 首先 神父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想 耶稣升天的景况 会是怎样的一种景况呢 或许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处在航空设备普及的时代 升空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因此我们很容易把耶稣升天 就想象成火箭 或其他种类的航空器一样 缓缓升空 如果我们是这样在想象耶稣的升天 那么我们的想象就错得离谱 事实上 就如同耶稣的诞生死亡和复活一样 我们也称耶稣升天是一向傲击 是复活的主基督 与门徒们特别亲密地 相处了四十天之后 他在人世间有形可见的灵灾结束了 他带着他完整的人性 进入了天主的光荣之中 而这也给了我们 人类日后的复活升天 立下了一个保证 耶稣升天这项奥基 给初期教会的门徒们留下了非常深刻 也非常震撼的印象 所以促使他们长期地默想了这项奥基的意义 同时也将这默想的心得 记录在新约圣经的不同部分和章节里 他们把这原本无法用人间任何语言来描述的奥基 用了上升 云彩 天 等等具象的词汇来予以描述 譬如在今天的读经一 《中途大事录》里就这样描述 耶稣说完这些话 就在他们注释中被接上升 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 他们就看不见他了 云彩一词 弟兄姐妹们 这个词在新旧约里 正是天主显现的一个重要记号 后来 教会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 从第四世纪末以来 就开始举行耶稣升天奥基的庆祝 并且在庆祝中 向信友们宣讲相关的道理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 以礼仪革新之后 按照1969年 礼仪年利总则的指示 为方便信友们能够踊跃 参与这项奥基的庆典 耶稣圣天节 可以从原本的星期四 移到复活期的第七主日 也就是今日来举行 现在我们就来深究今天的杜经一 中途大事入这篇经文 为我们生动的描述了耶稣升天的景象 从这景象中 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三点重要讯息 第一点讯息 是当耶稣复活 和门徒一起吃饭时 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而要等候父的恩许 也就是等候圣神的洗力 并充满圣神的能力 在耶路撒冷 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 直到天涯海角 为他做见证 这嘱咐 让我们特别注意到的一句话是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 耶路撒冷 是耶稣死亡和复活之地 也就是耶稣的欲越奥基之地 同时这里也将要成为 似于圣神之地 因为越奥基与圣神降临奥基 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完全密切不可分割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 圣神降临才使得基督的越奥基 达到了圆满 圣神将使门徒们勇敢地 在全世界 哪怕是最黑暗的世界角落 宣讲基督的欲越奥基 并为基督做见证 第二点讯息 是透过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而向我们显示的 这两位天使提醒 定睛望着天宫的门徒们说 加利勒亚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 这位离开你们 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 也要怎样从天将来 这醒乎灌顶的提醒 正是提醒我们 不要把目光老是看着上面 而更要看向前方 看向左右 是的 每当我们面对这纷纷牢牢的世界时 我们总是会渴望一个更美好的天国 就在我们举目所及的空中里出现 然而事实是 如果我们不一而再 再而三的 把我们的视线 拉回到我们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上 与所有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一起作伴 一起同行 那么耶稣所宣讲的天国 便无法在我们当中实现 因此 耶稣升天 便不只是要我们停留在 末观耶稣升天的奥迹上 更是要让这奥迹来推动我们 去履行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是的 我们都要积极地 以言以行 去为耶稣做见证 如果耶稣升天 是为了让我们看向天空 而忘记世界 那么我们就误会大了 耶稣升天 不是让我们盯着天空仰望的时刻 而是去想到 并时间复活的主 所托付给我们使命的时刻 因此 弟兄姐妹们 在耶稣第二次光荣归来之前 我们要以实践 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来预备好我们自己 为能够无愧地站在他的面前 迎接他 但这预备 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来预备 而是靠圣神的能力 因此 我们需要向圣神开放我们的生命 让圣神成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动力 接着第三点讯息 这讯息 是托付给门徒们大使命 耶稣借着纠正门徒的错误概念 而将大使命托付给了门徒们 门徒们到耶稣升天的此刻 似乎还是在等待耶稣 为他们带来政治的权利和世俗的王权 人在面对操心事务时 常常是迟钝的叫人发慌 门徒们在接受了耶稣三年的教导 更是在经历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之后 却仍然执迷不悟地 对以色列王国满怀憧憬和迷恋 梦想从统治权力中分一杯羹的渴望 更是表弱无疑 所以他们怀着赤裸裸的野心 问耶稣说 主啊 你要在这时复兴以色列国吗 耶稣宽容地接纳了门徒们的软弱 限度和不足 甚且更进一步地托付给他们大使命 这使命就是要为天主的王国 而不是以色列王国做大使 这大使命在今天的福音中 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从主耶稣托付给门徒使命的福音经文里面 便能够知道如何去实践耶稣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在今天的福音里 主耶稣赋予门徒们使命 并派遣他们说 你们到世界各地去 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信而受信的人必定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当然 弟兄姐妹们 要往普天下去完成主耶稣所吩咐的使命 必定要面对从世界各地来的主燃跟挑战 因此靠我们这样既软弱又小心的人 根本是无法去完成的 然而 我们虽然只是软弱的葡萄之条 但在耶稣 真葡萄树树干那里 却有无穷的能力 等着我们去知取 我们只要来到耶稣的跟前 求他 他必透过圣神 而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就如他在今天 中途大事录中所应许的 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 你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 到天涯海角为我作证 而为实行这大使命 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要好好装备我们自己 怎么装备呢 在本节日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主耶稣 用五项特恩来装备门徒们 这五项特恩就是 因他的名驱魔 说心方言 手拿毒舌而不受害 喝毒药而不受损 给病人复首 可使病人痊愈 事实上 耶稣更愿意 借着这些特恩 来表达出 他时时与他们统战 并且坚定 他们所传布的福音 而耶稣如何装备 今日的基督徒呢 如何表达他与我们的同在 并坚定我们所传布的福音呢 首先 透过圣经来装备我们 我们要以各样的指挥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 扎扎实实的 藏在我们的心里 这是属真理知识上的准备 但是光有知识还不够的 还必须要有生命的见证 也就是要遵守主的吩咐 这就如同伯多禄所说的 你们但要在心内 遵从基督为主 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 所怀希望的道理由 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 且要以温和 以敬畏之心答复 是 弟兄姐妹们 若我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 是与我们所宣讲的道理 不相匹配 那么我们就无法叫人来信 我们所信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用行为 来否定自己所宣讲的了 因此生命欲真理 两者缺一不可 有真理没有生命 就成了法利塞人 这是主耶稣所责持的 而有生命没有真理 就容易被世俗的风气所动摇 二字信仰飘摇不定 甚至离开了天主 装备 当然需要发功夫 需要花精力 也需要付出耐心 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 花了三年的时间训练门徒 而保禄蒙昭后 花了三年的时间准备 才上耶路撒冷去见伯多禄 我们若有心实行 耶稣教父给我们的使命 那么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 除了刚刚所说的 研读圣经之外 还可以研读天主教教理 或是参加堂区或堂区 或者是教区所提供各类的讲习会 甚至更进一步 可以到神学院 研习信仰的科目等等 这些都是装备信优 实行大使命最好的方法 学习基本的信仰真理之外 还要有好品质的祈祷生活 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过圣洁的生活 如此才能以生命 见证主耶稣的道路 经过这道路 而把人引领到基督的面前 使他们成为门徒 而在见证主耶稣的道路 我们所依靠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口才或能力 却是依赖主耶稣与我们的同在 而随着这项大使命的时间 所产生的辉煌成果 就是今天的读经二 二福所书中保禄所说的 我们众人都成了一个身体 一个复活基督的身体 并且拥有一个圣神 一个主 一个信德 一个洗礼 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 他超越众人 贯通众人 且在众人之内 弟兄姐妹们 我们正是保禄口中的 那与众弟兄姐妹 共同成为复活基督身体的一员 是的 我们就是这项大使命的 雷雷果实 在这果实的生命核心处 我们也都蕴藏了 这同一使命的种子 而未能够让这承受使命的种子 发芽成长 开花结果 基督也按照他赐恩的尺度 而颁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宠 好使耶稣本人的救世工程 能够通过我们而实现 并直到地极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当行的任务 而透过阅读圣经 来聆听和反省天主的声言 我们便能够试得天主交付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同时也在每天的祈祷中 不断地向圣神开放 而让天主的旨意 显明在我们的生活里 如此 弟兄姐妹们 天主圣神将引导我们 全心全意地 让自己的会命成长 并且终将经验到圣保禄中途 他切身的信仰历程 也就是 直到有一天 我们众人都达到 对于天主自 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而长大成人 直到基督那种完美成熟的境界 的确 耶稣圣天 为我们燃起了盛大的使命火焰 但为实行这大使命的工程 我们不但靠我们的手 更因着天主的手 我们不但拥有心得 更是依靠天主的恩宠 如此 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去实行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亲身经历 祝耶稣与我们的同在 与同工 一如初期教会 门徒们所亲身经历的 也就是 门徒出去 到处传扬福音 主与他们一同工作 并用所行的奇迹 来证实所传的道 这是初期教会 门徒们的经验 弟兄姐妹们 也是 今日基督徒 你我的生活见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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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